菲律宾最大军舰11号在南海黄岩岛附近海域试图抓扣中国渔民并与中国海监船发生对峙 我周飞大使馆要求飞方立即停止非法侵占行为 而针对最近菲律宾的行为解放军少将罗元发表言辞强硬的文章警告菲律宾 中国是在以最大的耐心和诚意给和平以最后的机会 据海外媒体的报道 菲律宾海军巡逻机9号在南海中沙群岛黄岩岛附近发现了12艘中国渔船 菲海军在10号出动了其国内最大的军舰德尔比拉尔号 菲海军士兵登上中国渔船检查并声称在一艘船上查获了非法捕捞的水产品 当菲方企图将船上的中国渔民带走时 两艘中国海间船海间75号和海间84号及时赶到 占据了渔船与非军舰之间的位置 从而阻止了菲方逮捕中国渔民的企图 关于事件的具体细节 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发言人张华还透露说 12艘中国渔船进入黄岩岛西湖躲避恶劣天气 突然有菲律宾海军炮艇把西湖的入口堵住 飞舰派出12名士兵 其中6人还携带武器进入西湖 对中国渔船进行骚扰 菲律宾外交部长罗萨里奥11号召见中国驻菲律宾大使 被外长办公室还发布声明 称黄岩岛是菲律宾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并强调菲律宾对该海域拥有主权 而中国驻菲律宾使馆立即予以还击 就此事件向飞方提出严正交涉 同时也发表声明 重申黄岩岛及其周边海域 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直是中国渔民的传统捕渔区 声明还强调 自古以来 有关中国历史的众多记录 都表明黄岩岛属于中国领土 并敦促菲律宾军舰 立即停止侵犯中国领土主权的非法活动 并离开黄岩岛海域 而据菲律宾每日问群者报报道 截至目前 菲律宾的德尔比拉尔号巡逻舰 与中国海间七五号和海间八四号 还处于持续的对峙当中 美联社评论说 此次事件是中非两国在南海领土争端方面 最严重的一次对抗 资料显示 黄岩岛是中国南海中沙群岛中 唯一露出水面的岛屿 黄岩岛的领土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 行政管辖属于中国海南省西南中沙群岛办事处 针对最近菲律宾在南海问题上的一系列过渡表演 早间曾提出解决领土问题 不能完全依靠军事解决 但军事可以做后盾的 中国军事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解放军少将罗元 近日在环球时报上专门发文指 菲律宾最大的失算是 错过了中国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实力和意志 我们是在以最大的耐心和诚意 给和平以最后的机会 我们是南海问题上的最大的受害国 53个岛礁 我们仅占了9个 1000多口油气井 没有一口是和中国共同开发的 是可忍孰不可忍 应该是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 忍字呢 就是按我们中文的说文解字呢 就是插在中国人民军队和中国人民心头上的一把刀 周边的封锁国屡屡的挑衅 那么这个也不排除 就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呢 我们可以用非和平手段来解决的这种可能 所以我提出了就是周边国家不要欺人太甚 逼我最后拔刀两剑 罗元还进而警告菲律宾 以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相比较 菲律宾都不在一个档次上 与中国碰撞 无异于以卵击石 那么从我国建国之处的几场 战争就可以看出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菲律宾确实要悬崖 勒马 三思而后行 关于南海议题 中国很早就提出了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主张 这是中国政府按照国际法和海洋法提出的表态 但面对如今南海复杂严峻的形势 罗元指出 争议问题应提上议事日程 我觉得我们要向世人宣示 在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无效的情况下 我们现在要积极的解决争议 要以我为主来共同开发 也就是说 现在争议不能总把它搁置下来了 争议问题呢 现在应该提上一时日程 那么关于共同开发的问题 我们首先要理直气壮的说 中国是共同开发的利益攸关方 你要搞共同开发 首先要与中国共同开发